52李立真一天照曝光 和老公在一起像爷爷 女儿长相惹争议 说起李立真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她是一名香港女星 而且李立真是一位星探 在大街上发现了女星 而且出道以后 李立真也揭拍了很多部的影视作品 其中有一部到现在大家都难以忘记 那就是开心鬼 这部影片是李立真和黄百名主演的 而且当年这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 就得到了很高的票房 因为在那个时期 这样题材的电影非常的少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李立真在这部电影《钟清纯的形象》 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意 李立真的虽然不是专门学表演的 但是她的演技却让很多人称赞 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反复观看这部电影 而且特别是李立真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让人听着就脸红 而且很多网友表示理论 在这部电影中就是本次演出 可以看出她的演技真是非常的棒 而且她还和郑少秋一起出演过大时代 她在剧中的形象简直是青岛众生 其实真正让李立真彻底走红 那是蜜桃成熟时这部影片 这也是李立真巅峰之作 李立真也是一个非常自强的女生 而且在当时李立真 可以说是不断的挑战自我 她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成熟性感的女人 而且演技也是随着增长 但是李立真却经历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是和一位音乐才子 当时的两个人被媒体称为是美女与野兽 她的老公长得真的是非常的丑陋 两个人结婚后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幸亏女儿的长相随李立真 所以很多网友都感叹 要是随了她的老公那就惨了 但是两个人最终却离婚了 女儿跟着李立真一起生活 现在李立真的老公是叫潘元良 她是一位导演 而且还是个音乐人 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但是她比李人大了六岁 而且已经52岁的李立真保养得非常的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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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还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能儿也很准复